当地时间周二上午6点40分 朝鲜向东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一枚导弹 韩联社报道称 韩国军方和日本国防部认为 这次发射的可能是弹道导弹 9月15日 朝鲜发射了新型铁路运载导弹系统 韩联社周二报道 这次导弹飞行距离不到200公里 飞行高度只有9月15日发射导弹的一半左右 但飞行特点和之前发射的导弹不同 可能是全新武器 朝鲜的行动引发日本的高度警觉 朝鲜驻联合国大使金星 之后要求美国放弃对朝鲜的敌对政策 上周五以来 金正恩包妹金宇正连续发声明称 如果条件得到满足 朝鲜对恢复会谈与和解持开放态度 美国亚太司令部发声明指出 了解朝鲜的导弹发射 并重申对日韩的安全承诺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热 backwards 青ільки正邦民 JH 不能你的斧 出炭 测诺